這次專輯研究的題目是Poxel流轉 這是我們的Poxel流轉的機台 它是由風力、水力、除雷系統組成的 第一部份是水力發掘 這一個是我們上一代的作品 水流從這個入口進去之後會遇到塵地 成為一個平面的渦流 這個渦流我們後面發現說 它的速度不夠快、不夠給力 所以我們經過改良這一處的逆急流行軌道 這個是它的液輪 它的液輪總共分為三段 第一段是這個螺距2010的 第二段是這個400的 中間的部分 然後最後的部分呢 再回到2010 然後跟上一代的相比呢 它大概差了50L左右 它這樣比較長的設計 它帶來的效益也比較大 然後再來是 它的原體是這個 然後它的水流從這個出水口進去之後呢 會第一次衝擊先衝擊到上面的液輪 然後沿著這個螺旋軌道前進 產生一個立體螺旋渦輪 然後再次帶動裡面的渦輪做旋轉的動作 那我們成為第二次的衝擊 然後我們的水頭 一開始是用這種圓形的 但是我們後面發現呢 這種比較別的設計的 它的潔面積比較小 那它的水流也比較快 帶來的衝擊力比較大 接著我們看到風力液的部分 然後我們是用這種液片 當風吹進來的時候呢 吹到裡面的內液片的時候呢 會產生組繩力 這種組繩力呢 會帶動我的球席液輪做旋轉 那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會固定在一個位置 那它開始旋轉之後呢 如果風速過大的話 它就會像現在這樣子 避核 它底下有這個磁鐵的設計 可以讓它回到原本的位置 那當它在轉的時候呢 那個風速大概在 每秒25米的區間左右 那這樣的設計 可以讓它的發電機 不會讓我容易地燒壞 那它的轉速 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 那它的轉速 維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 再回到我們的機台上面 那當這個風力跟水力發電 產生電的設計 會來到這顆MPT的儲能控制系統上面 那這一個儲能控制系統呢 會把電流轉換成 穩定的12V的直流電 然後對這顆電池進行充電 那這顆電池再搭配Inverter 會轉換成110V的 日常家用的交流電 然後這樣就可以對日常的燈泡之類的進行發電 然後這顆綠燈呢 是當它在進行充電的時候 會亮起來 然後我們就用風力示範一樣 大概就是這樣 它有亮綠燈 那顆代表它有在充電 然後這裡除完電流之後 產生的交流電 可以對上面的燈泡進行發電 像這樣子 然後我的目標呢 是希望能夠達到儲能的效果 然後能夠讓它應用在一般日常 緊急時刻 可能停電之類的 讓它可以對我們的手機進行充電 然後呢 也能夠將家裡一些燈泡亮起來 不會這樣在以前 颱風天或地震停電的時候呢 都是黑色的 然後手機還會用到沒電 再來是我們水力發電的直計顯化 那那個部分呢 是水力發電內部夜輪旋轉的形化 然後上面那個綠色的是霍爾轉速器 那它的功能就是測試我們互聯網的轉速 然後紅色的是紅外線轉速器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現在增值的轉速器 然後呢 這個呢 是電壓 跟那個 0.302的電流 然後這兩個相似呢 就是我充電的電功率 然後現在這個綠色的顯示呢 就是代表它有在充電 然後就代表它裡面是有電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代表他們上面的燈有的量 是不是有電 啊 本來是讓阿王 成長的軟動 成長的軟動 成長的紅色 成長的軟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